Hello, 大家晚上好 之前的菜式是否很複雜 很長時間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個很簡單 很快捷的菜式 簡易版的三杯雞 現在我正在燒鍋 我這個簡易版的三杯雞 完全是不用醃 只要剁好件 準備好這個材料 薑片, 原粒蒜子 一粒乾蔥頭 然後就沖倒 然後這個是芫荽 這樣就沒有了 大家看到 材料方面就是半隻雞 大家如果喜歡再便宜一點 再是滑口一點的 就只買雞腿 急凍雞腿就可以了 自然解凍 大家看到我現在做得很乾 瓊得很乾 然後還有一些小小的 就是什麼呢 這個是豆皮 OK 現在我跟大家介紹材料的時候 然後呢就是做這個 這個是燒鍋 大火燒鍋 建煙 這樣就下油 少少油可以煎到 這個煎得起雞就可以了 然後呢 它很高溫 是不是 浪勻油之後 再出煙了 然後就關小火 好啊 向左手邊山平均小火 這樣就稍微提起這隻鍋 降一降溫 這叫什麼呢 煎雞 那雞呢 我覺得 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其實 不一定要醃的 大家知不知道 只要處理得好的話 其實我們呢 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好了 那就稍微降溫 不和大家這麼多廢話先 先放到雞內先 這樣就煎雞 那些呢 雞皮呢 煎雞皮呢 煎雞皮呢 做出來是好好吃的 大家說是不是 那些大件 難熟的那些呢 就放下去 那些雞腿啊 雞胸啊 那些雞腿啊 雞胸啊 看看 那些大件啊 那些難熟的那些呢 盡量第一转的时候 就是鸡皮下去先 我这个好刀法 两件粘在一起 好了 你见到我放鸡都 放了很长时间是不是? 逐件逐件放 是的 因为我们要排得很平均 好了 我们首先 就是将这个 油拌匀 令到所有的鸡件 都见到油了 这个时候干什么呢? 开大火它 对 是啊 这样我们才可以 更快速地锁住鸡汁 令到心 就可以更加嫩滑 同时间 就可以令到表面有金香 一定要动鸡 不要烂 为什么呢? 无论是新炉、旧炉都好 始终油的火力是不均匀的 所以我们就要用我们補火的技巧 每一边大火给它十多二十秒钟 那我们就可以确保它煎的时候 或者走油的时候 可以用最均匀的状态 就不会一边焦 但是一边就不熟 或者没有效果 OK 就不同 我们平时煎鸡翅 那些要生小火 然后呢 就上这个 就是锅盖 是 那大家看到 那些油是否没有到处弹 是的 因为我浪得它够干 干身 和你抹得它够干身 这个是 记住啊 为什么这么多人煎鱼煎鸡都 那么 由弹到到处都是呢 原因就是因为 它 抹得不够干身 OK 好了 这个时候差不多了 先动一下它 大家看到吗 大家看到吗 我就这样 抹一抹它 它已经是很多了 大家看到吗 这个呢 就是我烧锅的功劳 好 然后反转另一边 那这个时候呢 我要生小火了 要不然呢 就会 就是 有一些会焦 那些鸡皮 煎得很漂亮 大家看到那些鸡皮 我生小火之后呢 我慢慢 就是我慢慢呢 我生小火了 那我慢慢去反它呢 檢查它都OK的 那大家看到啊 煎得很甘香了 好了 这个时候 我又开回大火了 这个 虽然呢 我也是用着 20年前 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的 炉头的设计 就是那个款式 不过呢 它有些新功能 先头呢 它自己不小心 熄火了 懂得叫我 还有呢 以前呢 那个鸡匙呢 是没有响声的 就是不会提示我的 但是这个新的型号 就是这个新的型号 小改款 就有这个功效 功能 那就一样了 大家见不见到 那些油很多走出来 是啊 那些鸡是会有油的 鲜油 我给的油呢 现在多了一倍 那些鸡油走出来 这样生煎鸡法呢 就有个功效呢 就是呢 它那些鸡油 会很快走出来的 那那些吃鸡的时候呢 那些鸡身就没有什么油了 就算吃鸡皮也不怕 那我现在呢 就是用着大火的 最大的火 那现在就用補火的技巧 每一边就用十几十秒而已 等等 这些鸡猪 大家可以看到,我不出声也好 大家看着画面的变化 而且我每一次定格的时候 它的时间十几二十秒就好了 否则很快煎焦,很容易煎焦 好了,差不多了,我先关小火 好,这个时候我拿一只碟去装起鸡 大家可以看到,剩下很多油 比鲜头多一倍也不止 它又叫了,这个新式炉不可以煎得太小火 否则一关火,它就叫了 好,这个时候我就开火它,做什么呢 进一步就是谷走那些水蒸气 然后多余的油份,我就会拿来做柱油 这些鸡油炒菜,很好吃 大家看到,这个老婆训练有素 煮食很没用,最重要是干净 可以一路煮就一路煮 大家是不是混心微笑 好,那就可以了,先关小火 我把它煮起油 好,好,好香的鸡油味 现在我继续,因为它已经很大烟了 所以我现在放些姜下去 这个锅底有点净净的 是因为那些鸡油,那些鸡的水 好,接着之后放蒜头下去爆香 这样就不怕的 只要不是变到黑色,它是深色,不怕的 更金香,这样可以 好,现在开大火了 开大火了 好,放这个 姜、葱、蒜放齐了,煮香它 来,炒一下 来,充满了之后 再放雞里 炒均匀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放了什么呢 酒 看着,三杯鸡 40ml的酒 光不光 好 再拿兩杯 三杯雞 現在還有點火 我用的是廣東米酒 原版是台灣米酒 40ml老抽 然後 我用現在的牌子 這隻比較淡 照樣 40ml 生抽 不要浪費 加少許水 好了 三杯雞 然後現在調味 冰糖 現在這裡很少 大約放進去 一粒方糖 大約一粒方糖 大約一粒方糖 好 現在很快會乾水 所以我要加少許水 加少許就可以了 夠煮三分鐘不乾水就可以了 好 上我的杯 三分鐘 三分鐘 好 好 待會見 好了 鐘又叫我了 看看 什麼環境 現在 豆皮 還沒吸收水 本身 這個要有少許汁才好吃 但是這次我都鹽它多水 所以 我便要把蜆 煮下去了 一匙生粉 少許水 好 這個時候差不多了 然後我便把芫荽 先放進去 要快一點 我打芫荽之後便很快 好 然後我們便把蔥倒 我很喜歡吃蔥的 蔥多一點 放多一點 但如果大家想它 要香一點的話便放多一點蔥 如果不是的話便關火了 中香了 搞定 是不是很簡單 我不知道我用了多少時間 這個很好送飯的 三杯雞 這樣便完成了 簡化版的三杯雞 簡化版的三杯雞 很香 我這個簡化版 是完全不用醃的 先關掉蔥熱線 很吵嗎 這個 這個呢 帶一點醬汁便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便可以是 好送飯一點 濕濕潤潤 這樣便不要太過乾 這樣便也要盡量 讓那些豆皮吸收 那些醬汁 那些豆皮便很飽味 我擦一擦 擦一擦 擦乾淨它先 今天呢 我都稍微少了些醬汁 那如果大家喜歡拌醬汁的話 就可以 即是更加地去 即是放多點水 OK 始終都要擦盤 擦得好一點 讓大家有些食慾 好 再擦一擦 真的有些 真的有些 擦邊 因為始終那些 那些醬汁 很厲害 黏得 好 一個 很簡單 直接 不需要醃 對大家來說 沒有什麼技術難度 不需要太多注意的地方 簡易版的三杯雞 這樣便完成了 這個菜式 其實它原本的發揚地 就是長江以北 然後發揚地 然後發揚在台灣 我們之所以知道三杯雞 其實就是 因為在台灣很出名的 原版的三杯雞 其實不可以說複雜 不過也有很多小技巧 包括醃雞 但是我這個版本 是不需要醃雞的 還有台灣的版本 是會有九層塔的 但是一樣 我因為懶 所以沒有去新島城買菜 我在家樓下 就沒有這個九層塔賣的 所以我沒有放過九層塔 之所以叫做簡化版 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是完全不需要醃的 不過 所有的技巧 就聚焦在煎雞 和下去起鑊那一下 OK 煎雞 記住就是 因為這個菜式 其實都很適合現代人 急速的生活 生活著的 需要上班的人士 非常適合 為什麼呢 大家看到的 很簡單 是不是 不需要醃 其實一剁完之後 剁了雞件之後 馬上吸乾水 馬上煎 這個時候 我也不知道 叫它煎好 還是走也好 因為全程是大火的 我就用補火的技巧 既然說到補火的技巧 記住 每一邊 我們只有十幾秒鐘 OK 十幾秒鐘 整個過程 煎雞的過程 都是兩三分鐘左右 可以嗎 比我們之前 很小心地去煎雞 那些這樣的技巧 就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時間 超過一半的時間 可以嗎 這是第一 可以快手一點 第二 之所以叫做三杯雞 是因為它主要的調味 就是三樣東西 酒 老抽 生抽 OK 然後拿些冰糖 下去 就燉均勻 完全不需要什麼味精 雞粉 什麼都不需要 大家留意一下 我下東西的次序 是先下酒 然後先下酒 如果你是電池爐 沒有辦法跟我玩火 其實都有的 大家懂不懂 在電池爐玩火 拿一支火槍就完成了 OK 這樣呢 一樣是做到這個風味出來的 我這個菜 就很濃的這個酒香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放了很多酒下去 而且我指定要用廣東米酒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呢 因為原版的台灣米酒的話呢 它是玩不起火的 它的酒精度只有19% 那它呢 台灣米酒呢 和日本米酒 就是清酒 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19% 那個Alcohol 酒精濃度 但是呢 廣東米酒是去到29% 所以廣東米酒呢 它是可以容易些玩火的 如果是外國的話 沒有米酒怎麼辦呢 用白蘭地 我經常都說 用白蘭地 或者是 這個是 福特加 或者是 什麼 威士忌 都可以的 威士忌 威士忌 就是中間的價格 這個 白蘭地 就最貴 如果大家嫌貴的話 用福特加都可以的 關鍵就是 我利用這個酒 在那個雞的表面 起真火 就有一種 很與別不同的焦香感 而這個過程呢 其實呢 我就做了兩樣事情 大家還記不記得 人類追求美味 那個味蕾 追求愉悅感 是哪兩個因素 一個就是 這個是 無力反應 一個就是焦糖化 我現在三杯雞 之所以這麼好 送飯呢 因為這兩樣東西都有齊 OK 那我呢 煎雞的時候 再加上酒 其實我就要做那個 梅立反應 而且是要真火 碰過的梅立反應 然後呢 我燜到最後 大家看到 開始收水的時候 我就要 這個鍋邊呢 即是有少少的焦香感 那這個呢 就是焦糖化的反應 那這兩樣東西 加在一起 我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可能不好吃啊 這個 有沒有可能不好送飯啊 是不是啊 而且呢 我的觀眾呢 就遍及世界各地啊 那大家不要小看啊 美加鷹呢 加起來呢 接近30%的啊 我的觀眾啊 澳洲 這幾個鷹語的國家 那呢 我這個菜呢 其實呢 就很簡單的 為什麼我才有提到 可以用福特加 可以用威士忌啊 可以用白蘭蒂 因為那些在外國是很普遍的嘛 米酒未必買得到的 廣東米酒 OK 那 還有呢 這個菜我先頭都提過的 其實呢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是可以用純粹的 急凍雞腿去代替的 OK 哇 那些肉更加滑 因為雞胸肉始終有少少 無論你弄得多滑都好呢 它始終有少少糟糕的 但是雞腿肉就一定是滑的 再來的呢 就是如果大家不喜歡抹骨的 那怎麼辦呢 這樣呢 大家不就可以 做什麼呢 可以是 用 去掉了骨的雞腿 或者雞胸肉去做 一樣做到這個三杯雞 三杯雞的精髓 就是那三杯東西 哪三杯東西啊 酒 老抽 生抽 OK 那這三樣東西是等份的 那我先頭呢 這個雞大概是一斤左右 那我就用了呢 就是 用了呢 就是 40ml 那如果大家呢 是再少些份量的話呢 那個 份數呢 就可以再減低一點的 那當然 大家說我想 酒香濃一點 可以嗎 可以 那你就再加多一點 但是設計 老抽一定不會加大 因為我現在這個呢 都已經是相對地 比較上是黑了少少的 深色了一點的 OK 可以嗎 大家喜不喜歡啊 簡不簡單啊 我做過這麼多 一個多兩個小時的菜 之後之前 被當中投訴 為什麼你整天都做蚊菜 這麼多長時間 可不可以簡單一點 可以 今天這個簡不簡單 而且這個是送飯的神器 好了 多謝大家 那我這個叫做簡易版的 這個是三杯雞 為什麼叫做簡易版呢 因為不用熱 第一 第二 就是因為我沒有原版的 放九藤塔下去 那這個你當它是港式的三杯雞 那九層塔 不是到處都可以買 但是薑、蔥、蒜 這三樣東西 就到處都可以買 OK 芫荽都到處都可以買 OK 行不行 好 那就不說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吃飯了 拜拜